通常我们在施打疫苗的时候 看到的这些副作用 是因为这些左剂 或者是左剂在结合 那个本来不属于我们身上的 这些结构的蛋白 详细讲解施打疫苗时 为什么会出现副作用 首批11点万剂的AZ疫苗开打在即 国卫院Podcast趁机推出 COVID-19疫苗大小事专辑 邀请国内顶尖免疫学病毒学专家 要带民众了解疫苗的正确观念 那现在很多这种讯息都并不是正确 那我想我们有这个义务 以客观的科学性的方式来跟人分享 想办法让他平易近人 让全民能够对这种现象 能够有深一步进一步的了解 县长媒体也询问 是否会带头施打疫苗 陈时中就透露 原本想把手臂留给国产疫苗 已经接受高端疫苗的临床试验 没想到一出医院 就接到AZ疫苗抵台消息 让他左右为难 很为难 就想说这是左手留给国产的 右手留给AZ的 那医生跟我讲不行 不行混打 而让陈时中为难的还有 五比五平手 来主席决定 赞成本案通过 前一天在立法院 国民党立委因为不满 卫福部拒绝透露疫苗价格等 而在未还委员会突袭提案 民手民众党通过成立疫苗采购调阅小组 要介入调查监督 这场突袭式表决也让民进党立委高喊程序问题 朝野炒成一团 这个时候公布这个合约 一方面有违约 没有保密 那反而形成到时候进货的困扰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在全世界也仍然在抢疫苗 陈时中也说不需要冒违约的风险 目前还是尽快让疫苗进来最重要 未来如果采购顺利 这些都会如实跟社会报告 新台人亚太电视 池千里 叶云辱 台湾台北报导